不過蔡英文總統 在神隱了很多天之後 昨天終於發了一篇臉書文 這個臉書文提醒大家說 要誠心溝通 理性對話 互利三贏 這幾個用詞 其實在第一天的時候也可以發 在罷工已經進入了第五天 還是告訴大家說 要誠心溝通 理性對話 互利三贏 似乎沒有拿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而且蔡英文說 我們行政團隊都緊盯著這個案件 我跟蘇院長都非常的關注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協商 創造三贏 有緊盯 有關注 可是卻沒有任何行動的方案 過去蔡總統立挺空服員 說會和空服員站在一起 這一次他要跟華航的機師 站在一起 這個部分蔡總統沒有表態 蔡英文總統這三句話 其實講得很好 那也是代表現在的問題 互利三贏 那代表現在是三輸 所以他講這樣的話 我覺得在這個整個事件裡面 其實民眾很自然而然會想到說 今天如果不是華航 是其他公司的時候 政府是不是也應該站出來 即便是華航 他有所謂的政府的關股在裡面 政府是不是更應該站出來 應該更應該 更應該站出來 因為如果他沒有關股的時候 其實你都應該站出來 尤其這一種會影響到大家的運輸 公共交通運輸的這種特性的行業 政府他一定要站出來的 可是剛剛主持人也提到了 我們沒有看到 逃動部發表任何的談話 明顯的角色 完全都沒有看到 即便有也非常的歇尾 然後更重要的是大家去比較說 三年前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華航 那時候我們的政府高層是 霹靂手段 馬上就出來 而且當初林全 當初林全 馬上換掉董事長 然後讓何萬軒上來 所以今天到現在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行政院的高層 頂多是交通部的次長 去幫忙搭一個平台 協助這個協商 提供一個會議室 對 然後從頭到尾都出來講 很遺憾 又破裂了 然後束手無策 這個是大家會拿來比較 為什麼三年前你的態度是那樣子 然後三年後的態度變這樣子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是因為三年前 你非常容易把責任推給前朝 三年後發覺不對 這我自己派任的人 我又不曉得推給誰 所以我覺得這個第一個 讓大家覺得很不解的一個地方 第二個 先不管有沒有前朝可以怪 勞動 勞資的大的糾紛 發生這些會影響公共利益的糾紛的時候 政府的角色 至今我們沒有看到一個明顯的態度 到底你應該怎麼樣來解決 這裡面包括華航本身的處置 他在安排一些 如果說當初就已經 先不要講有沒有什麼罷工的預告 但其實我們知道這個問題已經存在 不是只有一天兩天 已經大半年以上 對 他其實在幾個月前 就已經在醞釀了 那時候我們的華航高層還有交易部 難道你都沒有注意 你都沒有去想說 最壞的狀況是什麼嗎 而且就在春節這個假期的前後 它可能會爆發的時候 你有沒有跟華航那邊講說 這個萬一發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協調其他的公司 能夠來幫忙處理這一些後續 交通部是大股東 對 交通部35%的股東 然後你要跟我們講說 這個是一家上市公司 跟我們政府 好像我不能過度的介入 三年前你可以堂而皇之的介入 三年後你跟我講說 政府不應該介入 這個標準在哪裡 這是讓大家覺得說 這一次的華航罷工事件裡面 我們先不論基斯他們的要求 是不是跟其他的標準 比起來差多少 而是在於說政府的態度 為什麼會前後這麼的不一致 我覺得這件事情 讓大家看得最模糊的 也是最不解的地方 是在於政府的態度跟立場 為什麼同樣是罷工 為什麼同樣是華航 三年的前後可以差這麼多 我覺得這是在目前裡面 我覺得大家最詬病的 第二個蘇丹昌院長上來就一直講 我是一個最接地氣的 什麼事我都跳到第一線 直接跟大家講 斬釘截鐵而且斬線破例 從虐童案 酒駕案 到其他這一些相關的 他都跳到第一線直接跟你講 我政府馬上怎麼做 機溫也是這樣 你到機場去 朱溫 朱溫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結果這件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至今我們沒有看到 行政院院長 你怎麼沒有出來 他有密切關心 密切關心 你沒有出來拍板 你也沒有出來開個直播 其實每個人都在密切關心 告訴大家說這件事情 因為華航的這個罷工事情 處理得這麼爛 到現在為止 造成了華航多少的損失 造成旅客多少的不變 我行政院長非常的生氣 我要求這個事情要當下立斷 怎麼做 能不能讓這個罷工 比如說可以暫時的 跟整個我們旅客的運輸 做一個切割 讓旅客的運輸恢復正常 然後這個罷工的事件 你好好去處理 用什麼樣的行政手段 來告訴我們 你是一個能夠接地氣 有魄力的行政院長 而不是你在忙走村 然後交通部這邊在忙跳針 這個是讓大家覺得 看不下去的地方 至今也已經第五天了 進一步的協商 到底我們的期待是什麼 難道是無限期嗎 因為昨天已經講了 機制公會這邊 他們是無限期的罷工的 如果陷入無限期罷工的時候 政府在要求華航這件事情上面 有沒有後續相關配套的機制 因為接下來很多人就問我們說 那我機票要不要買 華航的機票還能不能訂 還能不能訂 這家航空公司我要不要做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 信譽的問題而已 這已經影響到旅客權益 未來旅客的權益 我在安排我的行程旅程的時候 華航這家公司 我還不要列為 我們要買機票的公司 我覺得這問題已經到這邊了 已經不是簡單的說 你的這個罷工事件 要怎麼樣處理的 能夠讓機師們 可以接受的問題而已 已經影響到全民的利益了 然後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的行政院還不出來講一個 政府能夠提供的一個解套給大家 我們看到民進黨可以在 空服員罷工一個月 馬上把位置補好補滿 就可以知道他們的動作很積極 為什麼現在的動作 感覺這麼消極被動 民進黨其實他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他動作都非常快 而且不只這樣 我看到新聞報導 好像核轉軒在上任之後 一個月內就把25個一級主管 全部都換掉了 其實這件事情來講是滿誇張 因為我以前在地方政府服務 換了一個局長 他也不會把所有的科長 全部換掉 因為畢竟科長比較熟悉業務 他還是需要有一些 懂業務的人 去幫他穩住 這個業務層面的部分 所以民進黨實在是把華航 當作一個政治的提款機 其實不只是這件事 華航 全部都是 對 華航之外也都是 國營事業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我在 我看到一個新聞 2018年3月 華航開了一個新的航線 就是從台灣桃園直飛 一個San Bernardino 一個安大略機場 這個機場我曾經去過 因為以前我在洛杉磯讀書 他其實是在一個 比較荒涼的地方 大概離洛杉磯中心 大概60幾公里左右 因為鄭文燦就是桃園市長 桃園市和San Bernardino 變成姐妹市 所以華航就開了一個直飛 就從桃園飛到 這個安大略機場 當時啟用典禮辦得非常風光 美國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還搭飛機從美國飛來台灣 鄭文燦很風光的去迎接 兩個人講說 這個航線只要開通之後 會對於台美的貿易 造成很大的幫助 也便利了東洛杉磯的城市 結果幾個月下來 我們看到一個數據 這條航線它的載客率多少 只有68.4% 68.4是多低 大概是華航非國際 載客率最低的一個航線 僅次於布里斯本的69% 洛杉磯的另外一個機場 LX的載客率多少 總共是89.2% 換句話說華航開這條路線 其實基本上一定是虧錢的 賠錢的 但是為什麼會開 因為桃園和對方變成了姐妹室 為了要做一個政治的外交 所以把華航當作提升外交工具 這個時候他就不計成本了 就不計成本了 好 回到現在這一次的勞資糾紛 華航現在資方認為 機制公會提出來很多訴求 比如說改善疲勞的問題 不能夠解決 為什麼 因為成本考量 非安問題這時候你就講成本了 可是當你要把華航 變成一個政治提款機的時候 不管是酬庸也好 或者是開一些 對政治有幫助航線 你就不顧成本了 所以我們對於華航經營的 它的優先順序很奇怪 好像乘客的安全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華航 如果成為我民進黨執政 或者是穩固我執政 或成為我炫耀的一個工具 這是我們非常不能夠接受 政府在這個階段 難道什麼事情都不能夠 其實是可以很多事情可以做 像空服務員罷工兩年前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不是講說 完全是站在勞工這一方嗎 還跟勞工講說 一定是你們忍無可忍 所以你們才會出來罷工 後來派了何暖軒 把空服務員提出來訴求 照單全收 但是我剛剛看到一個新聞 行政院政務委員張錦生 他說什麼 他說華航是一個跟公共利益 高度相關的產業 怎麼可以罷工 你罷工你就是去影響到乘客的權益 怎麼會長差兩年 你的標準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這全部都是民進黨自己在講 民進黨有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其實法律都規定得很清楚 根據勞資爭議處理法 只要勞方跟資方有協調過破滅 主管機關就可以申請職權仲裁 那麼華航的資方跟勞方 是什麼時候其實就協調破滅 不是現在 在去年四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協商破滅 換句話說去年四月到今年二月 經過了八個月 十個月 政府早就可以去申請職權仲裁了 可是你有沒有做任何事情 沒有 任由擺爛 擺爛到機師工會現在發動罷工 然後他們在馬上跟華航講說 你趕快再來申請一次調解 因為你只要申請調解 根據法律 勞方就不可以罷工 他想用這個方法 技術性的去拖延罷工 結果勞方不理他 工會認為說 這就已經協商過了 不然的話就套一句 一個一部電影劉德華演的說 保安可以讓人打了又打 打了又打 所以民進黨策略就是 我不想要去處理 可是我就一直透過技術性的去 讓你的勞工權益 沒有辦法幫我保障 現在鄭文燦在上個禮拜他也講 他說 他就說我們不會接受仲裁 我們不會去申請仲裁 為什麼 因為他也怕了 因為兩邊都不能得罪 以前華航的資方 都是國民黨政府的時候 我可以罵國民黨 我這個時候就可以得到一個正當性 現在不是 現在全部都我們自己人 我如果完全站在華航之方的角度 那不就是影響到自己人 可是我又不能夠去得罪勞工 因為如果得罪勞工的話 感覺又跟我過去的政策 背道而馳 會喪失選票 所以現在有點進退為股 最好就是我都不要碰 就讓你們慢慢去講 慢慢去講 講出個結果 但是就是沒有結果 所以拖越久 其實影響就是旅客權利 中文字幕志願